民进党当局再怎么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改变不了台独是绝路的结局 究竟要顺义民意走和平发展的正道 还是唯义民意走挑衅对抗的邪路 这是台湾地区当选领导人赖清德必须严肃面对明确回答的问题 国大办今天举行例行新发布会 由于赖清德即将于本月20号正式就职台湾地区领导人 两岸各界对其所谓520讲话内容高度关注 据粗六统计在发言人陈兵华回答两岸媒体记者的30多个问题中 几乎四分之一与此内容有关 对于大陆方面对赖清德就职讲话设两岸关系内容有何预判将如何应对 陈兵华在回应时提出了一个赖清德必须严肃面对明确回答的问题 那就是他究竟要顺义民意走和平发展的正道 还是唯一民意走挑衅对抗的邪路 陈兵华特别强调这关乎广大台湾同胞利益福祉 关乎台湾发展前途 关乎台海和平稳定 同时陈兵华也再次政告民进党当局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对于赖清德新所谓执政团队中 不少人台独色彩浓厚的陈兵华表示 台独分裂背弃民族大义背离民心大使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绝不忍忍绝不姑息 绝不会听之认之 对那些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 国家将出台法律措施 依法严厉打击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 要特别注意的是 对于长时间以来 胡编乱造大陆高铁没靠背等虚假信息 散布谣言抹黑大陆的岛内所谓名嘴 陈兵华在发布会上也首次点名 黄世聪 李正浩 王毅川 于北辰 刘宝杰等误人 并指出他们的错误言论 蒙蔽部分岛内民众 挑动两岸敌意对立 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事实清楚 情节严重 大陆方面将依法对上述五人及家属实施惩戒 此外 陈兵华再次点名 台独顽固分子吴昭谢 指出他的谋独嘴脸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同时在告诫民进党当局 再怎么费尽心机拉拢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改变不了台独是绝路的结局 相当里鳌恨开始 对立马来得很难 再次提cze你 我会担心的话 对立马来务分子的 我会担心的 我会担心到你们 就听着你 你相信我会担心于是